准格奎林全公布新政府内阁名单 新任外交部长确定由驻澳洲代表李大为接任 桥姐虽然感到不舍 但也献上满满的祝福 期许李大为未来在外交的岗位上继续为政府打拼 而李大为搭击里奥这一天 不少侨胞也特地来送集 驻澳代表李大为即将升任外交部长 学历桥姐纷纷到场欢送 由于新政府即将上任 为了处理交接式遗憾公务 李大为近日常常往返台湾澳洲 也婉拒了所有桥姐的欢送活动 因此在即将里奥前夕 助选离办事处长沈正宗 乔舍中心主任黄国南等 纷纷率领桥包前来与李代表话别 李大为从事外交工作35年 子力相当完整 曾担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 行政院新闻局长驻美代表 驻欧盟兼李律师代表 在澳洲任期一年四个月期间 李大为也感谢桥姐支持照顾 到澳洲服务一共才一年四个月 甚至离开雪梨真的是依依不舍 澳洲真是一个灾民水秀 有福之地 我想我们在这里的侨胞能够在这边生活 实在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对我个人来讲一年四个月实在是太短了 在我外交生涯35年中间 走过这么多国家 澳洲毫无疑问是我最喜欢的国家 这次疯掉回国内服务 我想我还是以本初衷 继续为中华民国为台湾共同努力打拼 谢谢这位侨胞一年多来的照顾 身上满满祝福 侨胞对李大为的离去感到不舍 他也祝福他在新的职务上能有更好的发挥 带领中华民国开创更宽广的国际空间 也期许之后能够再相见 谈文官电视张之勤 澳洲雪梨采访报导